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UR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桂名羊的人生 今集我们和大家讲讲桂名羊在广州的痕迹 在《走向共和》这套戏里,其中曾经描写过广州的场景比较多 甚至可以从中仿佛看到桂名羊的影子 在江水33年,两港总督岑春圈拆了 今天长寿路的长寿寺,将它改辟为商场 由学务公所主持变买,充办了学经费 由于这个地方相当繁荣的 之后招商建筑建建器院 这间器院定名为乐善器院 这个器院在第二年建成了 建成后,这个器院的舞台是比较宽阔的 而且座位是对号的 分为优等、后座和两廊等等 这些座位 桂名羊当年曾经在这间器院演出赵子龙 另一方面,与乐善器院同时间建成的 还有南关器院 这间南关器院就是在北京南路 南关电影院的院子 有九百多座位,属于比较大规模的器院 当时桂名羊的朋友 薛角仙组成了天外天斑 曾经在这里表演过 我们看看这些旧时器台 亦都隐隐约约的回忆起当时的旧市 另外一个,桂名羊经常大显身手的地方 就是港舞台 港舞台是桂名羊曾经大显身手的粤剧表演场地 在八十多年前 这个港舞台在面临珠江口的东豪口 即是现在东堤铁桥的一带 这个区域成为广州的烧金窝 在这里酒楼茶室寄院临临 由一个姓站的土豪香身 建起了一个有一千多个座位的东关器院 在这里建起了 在江水三十四年 由华侨商人李世贵集资 模仿上海天蟬大舞台 建设了一个港舞台器院 更加是富丽堂皇 有二千多个座位 在1913年建成开幕 当时的《民生日报》有这样的报导 这间戏院由景世中新却社 作开幕演出 一时之间十分兴旺 但很可惜 这个港舞台 在开业的第二年之后 竟然发生火灾 结果就毁于一旦 整个这么辉煌的戏院 我们今天走到东提 港舞台二路马路上 也可以遥上桂名羊当年的英知 因为当年桂名羊 很多时间都在这个 富丽堂皇的 是港舞台戏院做演出的 遥上当年桂名羊的英知 真是有物是人非的感觉 由舞打讲到雪场 小舞是真功夫 早期的名演员都具有单脚、筋斗、踩轿、混眼、脱法、鱼口等各方面的绝招 而在武打方面 又以南派武功为基础 南派武功是包括干净有力的靶子、首桥、少林拳、高难度的耳子弓和高台弓 在台上 男演员经常小跳 而女演员多数是咬腰 这些动作、这些功架 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 所以练武的身体 一定要好好 好好身体和体力 才可以练得到这些功架 看到桂名羊的师弟梁世卿 现在都八十有五 他依然都是神清气爽 除了因为新社会大悲在他身生活之外 他本身 梁世卿自己的良好的体魄 和功夫底子 亦都有不少功劳 老人家经常都说 多活动活动 就可以抗击疾病 我们回向粤剧的股市 历史 早期的演员 你一入行 非但要适应这个行业 而且还要很专注 否则就很容易被人骂 被人打 被人教导你 再不然 你不乖的话 不专注的话 就无人请你演戏 于是乎 为了生计 你就要熬下去了 所谓找食比较艰难 没有基本功 便找不到饭吃 所以当时学戏的人 一般都是很努力 很拼命地练功夫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桂名羊的艺术人生 分享到这里 又暂时休息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让大家留言 点赞和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我们这个阿N与的频道 下集再见 拜拜